三番市 标准普尔调低PG&E评级 高层调动 今日标准普尔将太平洋煤电公司PG&E 的信用评级调低至BBB- 而且标准普尔表示 未来数月可能会继续调低信用等级 今日PG&E表示 公司的电力营运高级副总裁 Patrick Hogan的职位由Michael Lewis就任 PG&E的股价从去年11月8日 Campfire山火起火之后开始大跌 直到昨天由于传出有破产危机 估价一开始更加跌到20元以下 虽然2018年的Campfire山火 起火原因仍未有定案 不过加州消防局已经在调查 是否PG&E的电线引起山火 一旦确定需要对山火负责 这样太平洋煤电公司 将满林至少300亿元的赔偿金额 加州消防局已经确认 是PG&E的设备导致2017年的多场北加州山火 并且面临多宗诉讼 面对这笔巨额赔偿 PG&E可能会采取两种拯救方案 一个是申请破产 另一个是出售资产 根据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报道 为了避免破产的命运 PG&E可能会出售旗下的天然气业务 天然气业务占公司总资产的二成至三成 而且考虑出售在三藩市的总部搬到湾区其他地方 加州公用市委员会上周表示 会考虑将PG&E拆回成更小的公司 PG&E是唯一一间公司 可以提供电力和煤气 给北加州和加州中务地区 服务地区含蓋基本半个加州 电力供应给540万的用户 和给430万煤气用户 天后卫士记者 旅见感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